文化底蕴 历史风光 让大家对于2024的巴黎的奥运 非常非常的期待 不事实上更多人期待的是 奥运的内容越来越年轻化 以这一次的东京奥运来说 纳入了滑板 冲浪 攀岩 这些都是年轻人热爱的户外运动 而2024年的巴黎奥运 还要新增的是您看到的霹雳舞 你没看错 首度把街舞的比赛搬上了奥运的殿堂 比赛的规则该怎么算呢 事实上现在奥委会也还没有定调 只是霹雳舞在国内扎根也散生了 今年底我国的霹雳舞选手 要先出征世界锦标赛 巧合的是地点也在法国巴黎 算是提早为三年后的奥运积分奠定基础 舞蹈地板动作接连炫技 另一边大风车安马相互较劲 融合自己的freestyle 截图运动霹雳舞项目 即将在二零二四八零奥运登场 你能想象吗 不过P第五决胜负 靠的是双方舞者battle 谁输谁赢 评审判决很主观 奥运会上选手要怎么一较高下 目前规则也还没正式明定 应该还是会用battle的模式 因为这样看起来是比较精彩的一个模式 确实的赛制 其实我们还是要等奥运的奥会的筹委会 跟世界总会那边订出一个明确如果出来才能决定 备战二零二四巴林奥运 其实霹雳舞国首选拔 台湾也早在各地举办积分赛 今年底霹雳舞好手们就会征战世界锦标赛 而地点也刚好就在法国巴黎 不过霹雳舞属于新兴竞赛项目 尽管体育署今年也补助一百二十万元经费 但霹雳舞还没累积大赛积分 因此无法得到国训中心资源 协会和选手也只能在训练上 暂时靠自己 例如可能选手会需要一些防护员 或是等等的 反而在经费可以补助在前段的部分 而不是在国光奖金的部分 街头舞蹈搬上奥运殿堂 霹雳舞搭上冬奥新增的滑板冲浪和攀岩 也让巴黎奥运更年轻化也更有看头 八大新闻陈信张凯一台北采访报导 明神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